現代人熱愛的路跑不單只是為了健康 也要為公益而跑 即將在11月登場的星光公益路跑 首度引進國際知名品牌RUN IN THE DARK 並與脊髓損傷市場基金會合作 號召各界朋友共襄盛舉 而身為新生代國民女神的宋芸化 也特別現身 真心推薦 反而覺得這樣的路跑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是各個不同的社會族群來一起參與的 那我覺得比較需要幫忙的一些朋友們 他們有跨出這個勇氣 然後一起參加這個路跑 我覺得是非常的勇敢的 那我覺得我們大家也要一起 跟他們支持跟陪伴 對啊 國民女神散發的自信光彩 呼應活動主軸之一與光同行 至於簽HBL南山高中空位李承哲 則是代表超越黑暗 雖然因為車禍意外 造成左膝以下全部截肢 但他依舊沒有放棄追夢 下定決心要挑戰不可能 現在我想要鼓勵更多的人 我不管是跟我一樣遭遇的人 或是任何的人 我覺得我需要鼓勵大家 其實你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都可以勇敢站起來 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說 我想努力看看 因為挑戰不可能嘛 是不定我也可以有機會挑戰 那個不可能 打出與光同行 超越黑暗的口號 邁入第三屆的星光公益路跑 首度啟動關注國際議題 並結合絢麗燈光秀 打造獨特的夜跑場景 希望民眾享受運動樂趣的同時 也能為社會公益盡一份力 回來體育新聞財富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